這個事件就是一個Events的一個參數物件 傳過來之後,我可以透過它去取得什麼? getX,就取得X跟取得Y,然後分別把這兩個字丟進去換行 所以出現的結果就會看到Current Point,然後兩個數字加一個換行 所以最後各位看到的就是這樣子,33.1,4.1,然後後面換行就到這裡 所以接下來的話,我們就是第二個是目前的狀態,Touch Stay 我現在有沒有Touch到?沒有,現在在Touch Up,就是我現在在上面 當我點下去,點下去有沒有,Touch Down,移動的話,Move,有沒有 所以這邊有好幾個幾種狀態,那這幾個狀態的話,開頭一定是Touch Stay,然後後面加上什麼呢? 現在的狀態,那我這個地方要怎麼撰寫呢? 其實程式部分的話,各位可以看到,就是我要Append,有沒有 SB在Append,Append就是串接嘛,串在後面 然後呢,有一個Touch Stay,有沒有,就是前面的這些東西 接下來我要判算什麼呢?判斷有三種,是Up,還是Down,還是Move,對不對? 所以呢,我就判斷,那怎麼判斷呢? Event,就是我現在的事件,裡面我可以透過Get Action Get Action,如果等於什麼呢? Motion Event,這後面的話呢,它有一個常數,如果它等於什麼呢? 它等於,這個Motion Event,電,Action Down,如果它是點下去的狀態的話,而且是等於,點下Down的話呢? 那我就怎樣呢? Append,串接什麼呢?它現在被點下去,而且呢?要換好,斜線N,斜線N的話呢?就是我們換一段了,對不對? 那如果反之的話呢?那就是,如果是Move的話,就是Move 所以這邊的話呢,只是一個做一個判斷 那我又是用什麼呢?If,Else If,Else If的方式來做三個的邏輯判斷 所以這三個其中一個,會進到我們哪個狀態?這個是目前的狀態說明,OK? 第三個的話呢? 比較,我想這一,這一